帕里斯劫走海伦 普里阿摩斯童年的时候 赫拉克勒斯攻占了特洛伊城 杀死了拉娥莫东 抢去了赫西娥涅 然后把他送给他的朋友推拉蒙为妻 虽然赫西娥涅成了统治萨拉米斯的王后 可是普里阿摩斯及其一家 仍然对这场抢劫耿耿于怀 感到受了奇耻大辱 有一天 宫里在议论这件事时 国王普里阿摩斯非常怀念他在远方的姐姐 这时 他的儿子帕里斯站起来说 如果让他率领一支舰队开到希腊去 那么在神之们的帮助下 他一定能用武力从敌人手中夺回父亲的姐姐 他讲话时信心十足 因为他时刻铭记着爱情女神阿弗洛迪推给他的许诺 普里阿摩斯并不怀疑帕里斯受着神知的保护 德伊福波斯也似乎确信 假使他的兄弟在战斗中一些伸手 亚哥斯人必将归还赫西额孽 在普里阿摩斯的许多儿子中 有着预言家赫勒诺斯 他忽然说出一大串的预言 认为他的兄弟帕里斯 如果从希腊带着一个妇人归来 亚哥斯人必会冰临特洛伊 杀死国王和他所有的儿子 并将把特洛伊城移为平地 这种预言虽在会议上引起争论 国王普里阿摩斯最小的儿子 特洛伊罗斯 是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 他对他哥哥赫洛诺斯的预言 感到不耐烦 甚至于责骂他是懦夫 并激励着其余的人 不要因他的毫无根据的警告 而临阵退缩 有一些人半信半疑 但因为普里阿摩斯 十分焦虑和想念他的姐姐 是站在帕里斯这边的 普里阿摩斯召集国民宣布 过去他曾派史杰出使希腊 要求希腊人归还他姐姐 但是史杰却被赶了回来 现在他将派儿子帕里斯 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 用武力来实现目的 他让大家畅所欲言 广开沿路 这时 一位年纪较大的特洛伊人 潘托斯从人群中站出来 他在童年时 曾听父亲奥地语斯说过 如果将来 拉额莫东家族中 有一位王子 从希腊带回妻子 所有的特洛伊人 将会遭灭顶之灾 据说 他父亲 是得到了神灵的启示 所以老人最后说 我们不能迷恋战争 朋友们 还是让我们在和平中生活吧 别拿我们的生命去做赌注 我们甚至会丧失自由的 人群中发出一片嘘声 大家对这项建议表示抗议 纷纷要求国王普利阿摩斯 不要理睬一位老人的恐吓的话 而要大胆地 把心中决定的事付诸实施 接着 普利阿摩斯下令建造船只 工地就设在爱达山上 与此同时 他派儿子赫克托尔 到弗里鬼亚去 并派帕里斯和德伊福波斯 到邻国菲尔尼亚去 争取这些王国的支持 并结成同盟 特洛伊的青壮年 纷纷应征入伍 不久 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国王任命他的儿子帕里斯 为军队的统帅 并指派他的兄弟德伊福波斯 潘托斯的儿子波里达马斯 以及埃尼阿斯为参将 强大的战舰队伍出发了 朝着希腊的苦推拉岛航行 帕里斯想在那里登陆 半路上 他们遇到斯巴达国王 莫尼拉俄斯的船队 他们正要到皮罗斯访问 贤民的国王涅斯托尔 他们看到迎面驶来的浩浩荡荡 威风凛凛的战船 赞赏不已 而特洛伊人看到他的装饰豪华的船 也感到非常惊奇 他们清楚这一定是希腊显赫的王侯乘坐的船只 可是双方互不认识 因此两只船队在海面上擦肩而过 使之交臂 特洛伊的舰队平安地在库推拉岛上登陆 帕里斯想从这里到斯巴达去和宙斯的双生子 卡斯托尔和波里丢格斯交涉 要求归还他父亲的姐姐 如果亚哥斯的英雄们拒绝他的要求 大舰队便将长驱直入萨拉弥斯湾 用武力夺去 在航海到斯巴达之前 帕里斯希望在阿弗洛迪推和阿尔推弥斯的神庙里向神献祭 岛上的人民将这强大舰队的道来报告斯巴达 这时 因为国王莫涅拉俄斯在外 正是由王后海伦一人主持 她是宙斯与勒达所生的女儿 是卡斯托尔和波里丢格斯的妹妹 是当时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当她还是女孩的时候 曾被推休斯抢走 但由于她的两个哥哥一再追究 终于将她要回 后来 她在她的后父斯巴达国王 廷达瑞额斯的宫中长大成人 她的美丽令许多人为之倾倒 向她求婚的人更是略意不绝 但是国王恐怕如果选择其中一人为序 便会遭到其余求婚的人的记恨 后来 聪明的伊塔克国王奥德修斯 建议她让所有的求婚者都指天发誓 将来 跟有幸选中的女婿建立同盟 共同反对那些 因为被选中而怀恨在心 并企图危害国王的人 廷达瑞额斯接受了她的建议 她让所有的求婚者当众发誓 后来 她选中了阿特柔斯的儿子 阿加门农的兄弟 亚哥斯国王莫涅拉俄斯 做她的女婿 继承了她的王位 后来 海伦为她生了一个女儿 赫尔弥额萨 当帕里斯来到希腊时 赫尔弥额萨 还只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 嗷嗷戴普的婴儿 美丽的王后海伦 在丈夫外出期间 孤零零地住在宫殿里 生活十分单调乏味 感到非常寂寞 这时 她听说一位外国王子 率领强大的战船 来到库腿拉岛 出于好奇 想一睹这位王子的风采 于是 她动身前往库腿拉岛 她走进神庙时 帕里斯正好献祭完毕 看到王后海伦走进来 她惊异于王后的 无与伦比的美貌 几乎不能控制自己 她早就听说 海伦美艳动人 但她觉得 爱情女神 给她送来的这位女子 要比传说中的美女海伦 还要美丽得多 她原想 爱情女神 许诺给她的美女 一定是个少女 出乎意料 海伦是别人的妻子 现在 斯巴德的王后 站在她的面前 她觉得 这便是爱情女神 赠给她的美女 父亲的委托 远征的计划 顿时望得一干二净 正当帕里斯 默默地沉思时 海伦也在打量这位 从亚西亚来的 英俊王子 她一头浓发 身材魁梧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顿时 她丈夫的形象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位年轻而英俊的王子 给她留下了 无法磨灭的印象 海伦终于勉强走开 回到斯巴德的宫殿里 她努力从心里 抹去这个美丽的形象 并强迫自己 去想念仍然留在皮罗斯的 莫涅拉俄斯 但不久 帕里斯和所挑选的几个随从 来到斯巴德城里 并强调使命的重要 即使国王不在 仍然进入王宫 王后海伦 依照对外乡人 和对王子的特殊礼遇待她 她婉转美妙的情声 温雅甜美的言辞 和热烈的爱情 使海伦情不自禁 当帕里斯 看出她心中的信念 已经动摇时 她忘记了 她的父亲交给她的事业 也忘记了 她的人名 除了爱情女神 诱惑的诺言以外 她一切都忘了 她着急 随她来到希腊的武装战时 用富力的劫列品 诱惑她们 说服她们同意援助她 完成她心中的愿望 然后 她袭击国王的宫殿 掠夺了莫涅拉厄斯的财富和珍宝 并劫走美丽的海伦 她虽然表面上反抗 但并非不愿意 于是 她随着她 到了她的舰队 当帕里斯带着战利品 使过爱情海时 海面上突然风平浪静 再在着帕里斯 和海伦的船只前面 波浪自动分开 年老的海神聂柔斯 从水中伸出带着 卢花花罐的头 胡须和头发上滴着水 船只像被钉子 钉在水面上一样 一动不动 涅柔斯向他们宣布了 一个可怕的预言 不祥的鸟 飞翔在你们的船前 希腊人会带着军队追来 他们将拆散你们 罪恶的结合 摧毁普里阿摩斯的 古老帝国 哎 达尔达尼亚人 要为你们付出多少生命 一场血战 要经历多年 只有一位英雄的愤怒 才能阻挡你们的城市的毁灭 一旦等到指定的时日来临时 特洛伊人的家宅 将被希腊人烧成灰烬 年老的海神说完预言 便潜入海里 帕里斯听到这预言 心里恐惧不安 过了一会儿 海面上又起风了 当海伦的御守 牵着他的手 他马上把这可怕的预言 忘得一干二净 后来 战船来到克拉奈岛 并抛锚登陆 海伦自愿跟帕里斯结婚 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两个人依靠带来的财宝 在岛上过着富足美满的生活 把家庭和祖国都抛在了脑后 好几年后 他们才航行回到特洛伊去 好几年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